一百歲年 最年輕的 大概都是三百年以上的 傳承四百多年的貧富燒來到台灣 有碗 盤 杯子 白池混潤優美 工法細緻 幼料顏色雅緻 中後的這些作品就叫貧富燒 大概是四百二十年前的作品 現在的就叫三川內燒 這次來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 後面的這些貧富燒 是和台灣的民族英雄鄭成功 有很深的關係 文明世界的日本瓷器三川內燒 早期被稱為貧富燒 在大英博物館中 被評價為世界上最具光澤的陶瓷器 這一批陶瓷是當年鄭成功父親鄭志龍 經營海商集團 帶著一批大陸景德鎮的工匠 來到日本貧富市 從此和景德鎮的工藝展開了交流 因為你們看到這些很有價值的文物 在日本沒有得到重視 這些文物跟鄭成功很有關係 所以我為了這個事情 所以把它捐獻給台灣的大學 來研究這些事情 從佑影藝科技大學 最近獲贈一批價值不菲 平物燒陶瓷器 捐贈代表 將第一批約是多件的陶瓷器 捐給校方 田中理事長是希望說 藉由我們從越影藝大學 我們的影視拍攝的紀錄 把它帶回去做日本的介紹 包括每一件東西的歷史來源 包括它怎樣去收藏 包括為什麼有這些東西來的 包括它也講說在300年前 它這個做出來的東西 它不是不出名的 沒有簽名 那後來以後大概150年以後 才有簽名的 所以在這些300多年前的瓷器 都沒有簽名 也不知道是誰做的 那我們它是希望說 藉由我們的這個攝影的 把它記錄下來 準備做一個館來收藏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 一直會送給我們 那我們做收藏 因為它這個歷史很久了 300多年 400年的歷史的東西 我們很珍惜 那接下來我們慢慢收藏 多了以後 我們會再做一些推廣去介紹 傳承400多年的陶瓷器 來到台灣 傳承科大如獲自保 卓將成立紀念館 收藏展示之外 學生也利用所學 將陶瓷器的歷史源源故事 完整的記錄下來 就是拍這種300年的東西 是還滿可怕的 但是就是會 在心裡面會有種很尊敬它的感覺 這樣 就是感覺就是可能一個 不小心就可能會 可能會觸犯到歷史 或是不小心把它弄壞 那從中間我們也讓學生 也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歷史 並不是在你教科書上面的東西 歷史實際上是你一個真正真正 是發生過的事情 而不再只是說老師教你什麼就是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可以碰得到的 還有裡面剛剛有個例子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說 古人把一個疊碗打破了 然後他們就想辦法 因為這是個很貴的東西 他們想辦法去用他們當時的智慧 他們的方法去把它修補好 正面看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山川內燒 將尋獨具 優雅不凡 精緻細膩 因此享有盛名 這次能得捐給台灣大學 讓外界有機會 一虧日本獨具的陶瓷公益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